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5月31号星期三 不知道王中军得罪谁了 有人往傅财德这上帝的消息 而且看来是最近新帝的消息 这两天 纽约时报傅财德很有名 傅财德算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 他专门的研究中国的这些花边新闻 以前郭文贵的时候 傅财德也是参与了很多 写了关于很多郭文贵方面的新闻报道 后来萧建华的时候 他也写了很多 所以傅财德对中国的这些企业家 其实是非常了解的 萧建华 郭文贵 其实王健林的事 我记得他也写过 傅财德 然后最近他开始说谁 说王中军 我觉得他这篇文章 最后受到最大伤害的 应该就是王中军了 王中军 王中磊 就是华裔的他们哥俩 搞的华裔非常有名 王中军 王中磊两位 这次主要就是说到了王中军 我觉得王中军的伤害 非常的巨大 怎么回事 咱们来看看 这篇文章在发表 在纽约时报上 大家可以想看 可以自己去纽约时报找一下 傅财德 就搜傅财德 纽约时报 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 好 咱们来说 说是这样 2014年11月 梵高有一幅名画 叫储菊与英素花 当时起拍价是 2300万美元起拍价 最后以6200万美元成交 是樊高净物画作拍卖 历史上的最高价格 当时震惊了世界 因为都没想到 从2300万 一直拍到6000多万 而且在谨慎的高端的艺术品 拍卖当中 买家通常保持命名 不知道大家知道 但是王中军当时是异常的高调 王中军还接受了 苏富比拍卖行的中文采访 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幅画是他高价买的 而且在2014年10月 拍下后的一年里 王中军把他放在他香港 2500万美元的豪宅里 2015年的10月 还在香港公开展出了5天 而且那次展览 王中军是展览的主宾 展览会上最吸引人的 就是这幅梵高的 储菊和英素花 还有王中军前不久 买下来的毕加索的作品 盘发机女子作像 盘发机女子作像 王中军当时花了3000万美元 前后点买了这两幅画 然后在香港还搞了展出 他自己作为主宾还参加了 然后王中军还展示了一些 自己的画作 就是非常的高调 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些画都是他买的 去搞这些东西 但是傅财德 现在经过他研究发现 包括最近有人爆料 认为王中军 很可能根本就不是这幅画 真正的主人 他是白手套 这幅画是代持的 这幅画另外有两个主人 另外两个男子与交易有关 一名是通过一家加勒比空壳公司 支付了私付笔账单的 名不见经传的上海中央人 叫刘海龙 就是真正付钱的人 是刘海龙 另一位就是刘海龙的老板了 刘海龙等于是马仔 白手套 后面真正老板 就是亿万富豪 肖建华 也就是这个钱 真正是肖建华来付的 王中军说是他的 刘海龙实际上是代持人 真正这幅画是从法治上的名下 是在刘海龙的名下 不在刘海龙名下 是在刘海龙的加勒比空壳公司的名下 能看这意思了吧 在交易之后的几年里 随着中共当局开始打击犯罪活动 盛行于艺术品交易商当中的 秘而不先的做法 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艺术品市场的天下交易 常常通过不透明的中介进行 而对这些中介的审查 也缺乏透明度 似乎以客户 为客户保密的为由 拒绝对交易进行任何的置评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这些东西拿来洗钱的工具了 他们是拿它在洗钱 转移资产在洗钱 关于这个 不光中国政府不允许 其实美国政府也不干 有人说中国政府怎么着怎么着 其实美国政府也在管 而且近年来 各国政府一直都在开始 就是说遏制这种通过中间人进行的 最终资金来源 始终秘而不宣的高调购买 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马来西亚商人 把从国家发展银行侵吞的 数十亿美元进行洗钱 并用其中一部分在斯富比和加士德 购买的艺术品 2020年美国参议院发布的报告 猛烈抨击了拍卖行和艺术品经销商 称他们通过允许他人 带俄罗斯人出面购买艺术品 无意中帮助俄罗斯人 逃避了美国的经济制裁 然后还有著名的 就是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 亨特拜登的话作 经常在美国 通过这种秘名的艺术语 来卖 能够败到几十万美元 甚至五十万美元一幅画 然后不让你知道 这些人就是说是谁 为什么他们要买拜登化的小盲伴 他们在寻求什么政治帮助 或者什么政治影响力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这种东西 它属于一种黑色交易 在这里面涉及到很多问题 实际上其实主要目的就是来洗钱 中国富豪洗钱有几种方法 一种通过这种艺术品 这种是比较高级的这种 还有一种就通过比较简单的那种 比如说到澳门的赌场去输钱 通过输钱 比如说我今天输给你一个亿 对不对 但我点对点的一定要输给你这一个亿 你知道吗 然后你这一个亿证的我 是从赌场证的 你知道吗 是合法所得 但我要目明需要给的你一个亿 是不合法的 但我如果输给你一个亿 它就合法了 你知道吗 就是为什么那时候周焯华 周焯华江湖人称外号叫洗米华 就是洗钱的 洗米就是洗钱的 就是专门帮人认 洗钱 通过这种来洗钱 这也是方法之一 然后苏富比认为 这个交易是 觉得这个就是除菊英素花 画作交易有关的材文件 没有显示任何的不当行为 然而 这笔交易以常规做法 实际上相去甚眼 拍卖成交后不久 苏富比将周焯华的所有权 转交给了一个上海人 就刘海龙 刘海龙既没有艺术品 经纪人的名声 也不是收藏家 但刘海龙支付的费用 他才付的钱 所以这个名义上 所有权是谁要给他 但在一个公开的仪式上 苏富比不是将这幅画 交给了刘海龙 或者雇用刘海龙的肖建华 而是将这幅画 公开的交付给了王中军 那苏富比认定的 这个画作的主人 应该是住在上海的 一座公寓楼里边 而且是灰色瓷砖 和脏兮兮的灰浆矿 扇着一扇破旧的门 门前的一个垫子上 用英文写了九遍 说我是一名艺术家 刘海龙 那这种房子主任刘海龙 被列为英属维京群岛 一家名为全岛控股 有限公司的空壳公司的 唯一所有者和唯一的董事 然后这幅画 是在这家公司的名下 然后这家公司 为名为雏菊和英宿花 支付了费用 除了出生日期和地点 外界对46岁的刘海龙 几乎一无所知 一名记者向刘海龙 展示了私付笔的发票 和一份的银行电话文件 问刘海龙签名 是不是你签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海龙说你现在马上给我离开 然后基本门就关上了 然后还有跟刘海龙 住在一起的 他的老婆叫赵婷婷 赵婷婷 与被监禁的亿万富豪 肖建华也存在联系 赵婷婷曾经是肖建华 参与创办了一家公司的高层 这家公司与习近平的亲属 都有业往来 肖建华以前也是高举高达 想当年传言肖建华 能够控制三万亿的人民币资产 金融大鳄 明天系的掌门人 大老板 现年43岁的赵婷婷 已经不在担任的 在宣传华公司 因为宣传华公司都烟消云散了 都完蛋了 不在担任的职位 如今在交钢琴 当被问及 刘海龙购买了这幅梵高的名画 说的是 赵婷婷说 你看看我们家 就我们家住的破房子 够那幅画的价格 知道吗 他说刘海龙 我们只是普通的小员工而已 与肖建华的明天集团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没有任何的支配权 跟知情权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是出个名而已 这对夫妇 就是典型的肖建华的白手套 明天集团的详细 信息的记忆当中 列出了数十名 类似这样的人 至少有四家离岸公司 是以刘海龙的名义的注册的 他只是出个名 他也没有支配权 也没有知情权 这些公司都是肖建华 庞大的这种的集团的 其中的一个小部分 肖建华通过他的海外网络 很容易在境外获得资金 这使他可以绕过 中国的货币贯制 文件显示 肖建华王中军 在拍卖的同一个月 开始制定了一套 艺术品的投资计划 现在和王中军 他两个人商量好了 拿来洗钱 他们两个人 在塞舌尔的合资企业 一年之后才成立 两个人还成立 另一家海外公司 投资北美的电影和电视项目 就是要把一些中国的资产 洗到海外来 当时就是说担心 还有一点就认为 当时普遍这些企业家 都认为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经济要崩溃 人民币最后要不值钱 所以他们就是从中国 大量的借人民币 借人民币之后 到海外来投资的美元资产 等过两年等 人民币一旦贬值了之后 把这一部分美元资产变卖之后 就可以还 后面人民币 因为美元就升值了 比如说你现在借了100万人民币 对不对 你现在拿出来 假如说换成10万美元 好算 换成10万美元 对不对 让他10万美元投资了 之后人民币贬值了 变成一美元的 换10万美元 能换200万人民币了 这时候你只要拿这里边 拿出5万块钱来 你不是干涂了5万吗 他们就是搞这个 以前有一段时间 很多的中国企业家都这么搞 大量从中国借钱 然后到海外来投资 不光是肖建华 贾耀廷也干过 王健林 其实都有过 后来不是 就让王健 然后让你把钱都给我拿回来 就是这么个情况 当然这都是在14年15年 就前后 在前后的时间 搞这些东西 肖建华想要干什么 肖建华他这么做 他想要建立一些 或者收购一些 可以用私人飞机 跨境运输的资产 从而避开银行的合规审查 和政府监管机构的 这种调查 什么叫能够用私人飞机 跨境运输的资产 比如一幅画 我个在私人飞机上 我把它开走 我开着走 去哪儿 这幅画 然后这幅画 值比如说6000万美元 对不对 然后我到时候 我去哪儿 它都是值钱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如果我在飞机上 够了6000万美元 我来回走的话 那就不行了 那样的话 银行的审查 和政府监管机构 就要进来了 就是你为什么 你飞机上带着6000万美元 跑来跑去的 但是你带一幅画 他们就很难说什么了 我比如说 我去展出或者什么的 我就可以带着他走 你懂吗 就是他们就说洗钱 然后让钱变得合法化 的这么一个目的 通过这种方式 那2015年 随着中国股市崩盘 就当时中国股灾 当然有人说 中国股市 有人说 就是金融政变失败 当时习近平不是不满 当时时任的 拿着冲锋枪金的证监会 还记得吧 不还抓了个大夫 叫什么 徐祥 徐祥 徐明是薄熙来的管家 徐祥 抓了徐祥 习近平当时指责 这些人脉广泛的交易商 和金融大鳄操纵市场 监管机构 从亿万富翁手中 夺回 要夺回中国的经济权力 数十名的这些金融家 进的居住所 其中当时也包括 小建华 建华是从香港绑回来的 前后一角 我记得好像还有车锋 车锋应该是当时 人民银行行长的 戴向龙的女婿 是不是 反正就把他们都抓回来了 后来抓了很多 后来还有什么 邓小平的孙女婿 要什么来着 想不起来 安邦系的 反正不管怎么着 反正搞了一堆人 要把金融权力夺回来 觉得这帮人不服管 肖建华因为操纵金融市场 和贿赂官员 被判处了13年监禁 好像去年宣判 我们还播报了这个新闻 对吧 肖建华判了13年 政府官员拆解了 肖建华在中国的这些公司 还有他的整个金融帝国 全部都拆解了 购买樊高画作的殷属 维宁群岛这个公司 一手了 刘海龙当时是唯一的股东 他把这个公司转让给别人 一旦转让之后 所有跟他都没关系了 你懂得意思吗 这幅画是在公司名下 不在个人名下 公司一转上 整个画也跟着公司 走给别人了 他们为什么这么搞 就为了在转让的时候 方便 你知道吗 就这么搞 你包括谁 恒大的老板许家印 许家印在香港 不也有豪宅吗 后来许家印 恒大不出事了吗 出售了之后 他也是 他豪宅是由一个 也是在外边的这种 离岸的这么一种 这种皮包公司来持有 持有之后 他把公司的股东 或者是公司的老板 或者公司法员一变更 等于房子也跟着走了 所以房子最后 实际上是许家印的房子 但不在许家印的名下 好像到许家印 他们公司的一个经理名下了 帮他代持 这样万一许家印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没办法去追讨房子 通过这种方式 就找人来 就是白手套 来代持 来进行的洗钱 那么 所以 现在这个话 也不在刘海龙的名下了 又换人了 具体是谁 傅财德也没查出来 然后傅财德现在说 现在王仲军 现在谈到王仲军的问题 说王仲军 为什么我说 主要对王仲军伤害很大 傅财德的原文 他说 王仲军现在年年亏损 一日不如一日 说王仲军的电影公司 华裔经济 因为制作的片子 票房惨败 事实蒸发 王仲军的制片公司 正在清算的资产当中 王仲军放弃了 大部分的艺术收藏 和他在香港的豪宅 当年买了这个画 在香港的豪宅 我还展出 香港豪宅也卖了 因为现在资金紧张 把他一手收藏 也都卖掉了 都套现 套现 想办法解决 面临一些问题 去年王仲军 在北京的美术馆 仪在彼伏列山章的豪宅 也都卖出去了 全部都在抛售 王仲军及其公司发言人 没有回应多次置评请求 傅财德一直联系王仲军 联系不上 不做任何的这种回应 王仲军的问题 其实还不光是投资 片子票房惨败 王仲军问题 其实有很多问题 其实就包括什么 其实最早 王仲军 王仲磊 他们相当于算是 北京演艺圈 这边就是翘楚 当时在上海 演艺圈还有 就是谁 就是石剑祥 石剑祥那时候 在上海 有他的一个演艺圈 北京就是相当于 王仲军 王仲磊 他们这个挑头 还有黄小刚 他们这些人 咱们这属于京圈的 还有上海圈 东北还有一个圈子 东北圈就以赵本山 这个挑头 赵本山挑头 有他的这一套 班底和圈子 当年赵本山在东北 那也是 在东北 那真的是响当当的人物 那是绝对 就是说跺一脚 颤颤颤的人物 当然后来也是 所有这些人 最后都是老习上海之后 就全卸菜了 为什么这些人都在骂老习 都在这 老习上海之后 赵本山基本上就卸菜了 老习不喜欢他 但是不喜欢他 也跟他以前 跟什么薄熙来 徐明 王立军 都混在一起 有很多问题 这是他的问题 然后 北京这边 王仲军 王仲磊 他们其实大队子弟 按理说的 其实他们都得算是红二代 或者说是军二代 都是大队出身的 而且是根红苗中 大队出身的子弟 都属于军二代 老习 对红二代 军二代 也不太满意 军二代 红二代 都不干正经事 这也收到一些 这个卡巴 但是最主要的 还不是这个 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说当时 这个京圈的这帮人 跟上海圈 发生了一些问题 他们当时 就是说通过电影 然后搞P2P 搞这种金融操作 来 就是说 后来发现 玩股票 挣钱 比搞拍电影 之前挣多了 你看 赵薇 赵一张 这不也跟小建华混 你看 你看范文兵 在那撅着屁股 在那玩命的 拍电影 拍电视剧 你看 他还挣几个亿 对不对 人家 周围玩股票 一转手 三两天 就是几十个亿 对吧 所以还要玩股票 挣钱挣得多 都是跟小建华混的 所以这里面 就发生一个问题 当时 京圈 跟上海圈 就发生了一些 就是说 斗争 由于票房 当然涉及到一些 票房的一个问题 他们 石建墙 当时 做了一个夜问 夜问之后 然后票房出现问题之后 但是他通过来炒股票 所以必须把它做好 这里面就做了一些手脚 引起京圈的不满 然后最后 以北京圈为首 跟上海圈为首 就发生了斗争 一碰 上海圈 就一碰即溃 因为北京毕竟 全力中心 对不对 没法碰 石建墙 当时就没办法 整个一出即溃 就垮台了 垮台之后 跑到了美国 现在美国 也惹了一屁股麻烦 还有美国也有麻烦 他入境时资料什么的 好像涉及到造假 现在正在打官司 萧建华就跑到美国来了 跑到美国来之后 但是萧建华就不服 就觉得不愤 然后就用很多方式来曝光这个事情 但是最后最著名的 就是萧建华把阴阳合同的事情 给了崔永元 那崔永元的当时反正也是因为 就是跟防晓刚他们吵架 就把这事闹出来了 那这阴阳合同 我们现在 你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受到最大伤害的是 这个发言兵 但是不光是发言兵 整个的京川都受到最大伤害 当时阴阳合同出来之后 政府开始查 导致整个他们股票的崩溃 他们那时候实际上是通过 这种P2P还有股票来炒 但是P2P后来 因为坑了好多人 也不让稿了 股票也不让稿 所以 王仲军 王仲磊 他们其实他们真正如果 踏踏实实的 老老实实的玩电影的话 他们搞电影没赔 他们搞电影实际上是挣钱了的 当年搞电影 其实挣了不少钱 他们后来倒霉是什么的 不愿意搞电影了 愿意要当金融大鳄 开始搞金融 最后倒霉都在这出了事 是阴阳合同出来之后 他们整个股票崩盘了 整个崩盘之后 就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空隆和问题 当然就是说 最后可以说 就是两败俱伤 这就是金融和上海川 最后大家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现在还好 基本上王仲军现在还没跑路 对吧 肖定华已经跑路了 不过就傅财德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 武汉王仲军跑路也不远 我就觉得傅财德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逼王仲军跑路的节奏 我看很快我们也要在美国 看到王仲军 同志来美国发展 然后据几名艺术家 说厨菊和英宋花 已经教人进行了私下出售 说去年一份7000万每个收购该作品的书面提议 在私下里有人说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不太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艺术律师 专门搞艺术拍卖的律师 托马斯丹基格 他说 他说没有人花6000多万美元买一场官司 因为现在这幅画的作品 这幅作品 他的所有品有问题 到底是萧简华还是王仲军的 你知道吗 然后就出现这种可能问题 现在萧简华在里面坐牢 萧简华出来之后 如果他再追讨这东西怎么办 所以很多问题 所以有些人就是说 觉得我现在花6000万美元 买回来了 后面还要打官司 就很有麻烦 你包括像郭文贵 郭文贵在纽约住的豪宅 就他雪梨hotel的 18楼 这18层的这个房 当年也是6000多万美元买的 他现在一直想卖 一直卖不出去 为什么呢 就是说没人愿意 花6000万钱买一场官司来 因为郭文贵这个房子 现在也是 他这个产权不清 有人在告诉他 他欠别人钱 有人要冻结他这个产权 有人要拿这个房子去抵占 那郭文贵认为 跟这没关系 他把它卖掉 但是这个房子 又不带郭文贵名下 郭文贵是已经破产了 他这个房子又带什么 也带白早套 他们基金会名下 所以这个产权 就是说说不清楚 有很多的这种质疑 这幅画 现在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导致 然后就要冻结这个 然后你的钱给了他 他拿了钱赶快去跑路了 比如你买了郭文贵的房子 郭文贵拿了钱跑路了 然后你这幅画给了之后 不知道他拿了钱 就干什么去了 然后你这幅画 是不是你的还不好说 所以这情况之上 就大家有点不太敢买这幅画 然后画是一幅好画 但是由于 你知道吗 这中国人一进来 就变得很有问题 我相信雪梨酒店 他十八楼 只要郭文贵最后有一天 终于摆脱了郭文贵的魔掌之后 他再也 因为他 雪梨酒店 他是那种 他是那种 那叫什么 他是co-up那种形式 他还不是个condo 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买的话 他实际上需要大多的管理委员会 去认可的 要认可你 郭文贵当年 也是经过了程程的审查 郭文贵当时是找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给他做的担保人 给他写了推荐信 雪梨酒店才卖给他 知道吧 那么你相信我这一次之后 我觉得雪梨酒店 再也不想卖给一中国人了 你知道吧 你包括这些梵高的画作 我相信以后他们都快想想 还要不要卖给你们这些中国人 就卖给你们之后 就出一堆的一堆的问题 以至于最后把十八楼给烧了 这次郭文贵被抓之后 十八楼放火给 一把火给烧掉 所以 这个问题也是很大 但是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 傅台德他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 他写文章 做报道 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 我相信既然他这么写出来 做这个报道 我相信结果准确率非常高 这里面应该 谣传和谣言还很多 但是他没有都说 他还是一个比较有操守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说 纽约时报 你看傅台德写的东西 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可以拿来 作为一个 比较可靠的 一个参照物的 所以其实 这篇文章说到底 最后就一句话 就是他认为 肖建华和王中军 都参与到了这种洗钱活动 在洗钱 而这里边来讲 王中军餐饮比较多 而王中军现在 日子不好过 有可能要跑路 然后再变卖这些东西 可能要跑 所以我觉得傅台德 可能他也好意 提醒中国政府 要注意王中军的这种 一举一动 就好像像之前 雷丁汽车不也是吗 他先开始举报 县长 说县长怎么逼他财务造假 然后过两天他跑路了 跑路了之后还写款 然后雷丁汽车在中国 贴了一屁股债 把他们当地 把他们自己 这个县的 县财政都搞垮了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卷了钱 到了海外 去了加拿大 吃香的 喝辣的 接着过头 都富豪生活 然后我们就觉得 中国政府是怎么回事 他年初的时候 早早的 都已经到了 要跟县委书记 拼命的地步了 然后最后 竟然没有边控 还让他跑路了 写款 跑路 你包括还有像 河南村镇银行也是 人家里面 履义 是不是 骗了一笔钱 也跑路了 拿钱也跑路了 国家内部 坑了这么多人 出来之后 他还是富豪 吃香的 喝辣的 王中军 我们祝福王中军 我们祝福王中军 有一天也能够到美国来 吃香的 喝辣的 好不好 然后王中军 他这个人 比较低调 没有 他弟弟更张扬一些 王中磊 更张扬一些 王中军还比较低调 但是也是能量 非常大的一个人 我们相信 如果王中军 王中磊 兄弟 如果能出来之后 能像郭文贵一样 也开始举起反共的大旗的话 难道中国人民又多了两个大英雄 这个真的是 未来可期 真的是 好不好 我们看看 我相信这个事 如果傅财德出来这么一闹的话 其实这个事不闹在桌子下面 还好说 他一闹到表面上来之后 就有问题了 那么你相信我一件事 就是说凡是什么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的傅财德 这些人还有像什么财信的胡书立这些人 只要他们一出来 指名道姓了 说一些人说一些事 那么很明显是什么 知道吗 内部斗争 内部斗争激烈了之后 他开始 就是说往外延伸 这是内部斗争向外延伸的一种方法 这个很明显有人在给王中军上炎药水 那到底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非常非常明显 那斗争后面只要激烈了之后 就会互相咬对方 互相放料 那么我们看看后面 王中军会不会也开始 就是说 你不放我料吗 我明天我也放你点料 咱们对着来 还是 我觉得王中军 我希望我让王中军能不能看到这些节目 如果王中军能看到的话 我觉得王中军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人还在中午的话 尽量要低调 要先等一等 如果等出来了之后 在那什么 然后出来的时候 把你手里该带的资料 该带的钱都带齐了 要有足够的钱能够支撑 郭文贵我跟你说 他就是 郭文贵倒霉出来之后 钱其实带的不太足 不太足的导致 他后面就是说 不再想办法去融资 他可能要撑不下去了 他一融资就引起了一些问题 但是像王中军 王中磊 如果你能够带足够的钱出来 然后你不需要去骗钱 去融资的话 那么你在干事情的话 就会变得更容易一些 你知道吗 然后你再带一些材料出来的话 我觉得那还得了 将来这都是延安的创始人 对不对 而且你发现 郭文贵这第一代延安创始人 很可能就不行 你看像什么当年 什么李大钊 陈独秀那些都不行 对不对 通常都是第二代的 延安的这些重要人物 才可以 所以我们对王中军 王中磊都寄予了厚望 好吧 这个都是未来大总统的人选 是不是 好不好 然后 当然了 中国政府也有他的想法 是不是 我相信政府 肯定有人也会看到 富财德纽约时报 只要报了这个的话 我相信中国政府 肯定有人看到 中国政府公安 在内部在探讨 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既然点名 道姓的王中军的话 实际上就不是王中军 肯定是王中军后边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每个妖精后面都有个师父 你知道吗 不知道到底是哪位菩萨 做钱的 反正不是给菩萨 抱着 那叫什么 就一个棍 上面都是 除尘的那东西 那叫什么 毯子 我不知道 反正要不就抱着 老大那水来水去的 反正不是给菩萨抱这个 要不给菩萨抱个皮 抱个罐的 都是这样 我看这意思 像是菩萨们搭起来了 然后把这些 抱着皮 抱着罐的 都给扔出来了说 菩萨后面 还都没出来 咱们看一看 反正这个事 要是搞得没意思 就这么点信息 就结束了 你也不清不楚的 你没看明天怎么回事 就过去了 如果能够斗争 越来越激烈的话 后面就出来的东西 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 就越来越多 就跟一条线一样 一根一根 一个一个一个的瓜就出来了 我们后面老有瓜吃 但是我们不知道 好不好 我们希望后面还能有瓜吃 好吧 这期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